主席 成為一個跟世界接軌的國際機場 那我們機場要能夠發揮更大的效能 我覺得交通的配套措施真的很重要 尤其我們的捷運的局限起點 就是在我們的機場 那沿途也穿接非常多的這個重大的計畫 台中重大計畫 包含還有我們重點開發的這個水南經貿園區 那我是不是可以請局長稍微簡述一下 說上個月28號有提交這個中央的可行性研究報告 有做出什麼樣較大的修正嗎 謝謝一座關心我們這個機場捷運線的一些進度 那事實上上次中央給我們意見沒有 沒有太大的修正的一些差異化 主要是請我們補充補充一些像財務 在規劃的時候的一些參數說明 那另外一個是補充因為我們未來這個機場捷運線 會跨過我們的高鐵 在大亞區會跨過高鐵 那跨過高鐵之後他在國內目前也有這個捷運 跨高鐵的案子是在桃園 那他也請我們補充一下桃園在這個 軌道跨過高鐵的一些操作程序 那那一塊以利日後如果台中的這個機場捷運線 在操作的時候還可以有比照方式 所以大概我們在這一次交通部的相關的意見 都是補充這個一些補充說明 那針對這個相關的一些路線的走向等等 大方向都沒有改變 好那我知道謝謝局長的回覆 真的好不容易我們的藍線已經審核通過 那我相信捷運也會越來越好 可是希望重點局線盡快推動 那尤其前面有講我們的國際機場 其實受限非常多地理環境 那很多的包機都因為這個人真的就是不夠 所以導致包機就變成後來只能一個禮拜定 就是可能一三五二四六這樣 那是不是說趕快推動的話 我們可以同時進行 然後讓人能夠匯集過來 然後包括說周邊的這個開發 讓人潮能夠集中 然後讓我們的人等於說客源增加 讓這些國際的這些等於說航空公司 願意能夠進駐 那接著我想請教這個冠率局長 上個月這個星宇航空 它有正式駐點我們的台中國際機場 那3月13日也舉辦這個首航包機 日本的高松 那真的我其實很看好 因為我們台中的需求真的就是有 台中就是 對 然後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因為目前國際線的這個 運量也有恢復到疫情前的六成了 那接下來我們的2024下半年 還會有什麼樣新的航線嗎 好 那個謝謝易作的關心跟長期支持 那在今年的夏季頒表 虎航 虎航會增加3個航線 是我們國人很喜歡的航線 就台中飛東京成田機場 還有一個是台中飛明古屋機場 另外一個是台中飛那個浦山 所以會有這條3條新的航線 都是蠻重要的 確實蠻期待 因為我們國人大概日韓是最方便 也最喜歡去的地方 那我們在國外有沒有任何推動 我們台中觀光的這些廣告呢 包括易作 國外的廣告非常貴 我們地方政府有一點困難 那第二個但是我們長期會做兩件事 第一個像這一次有新的德航 德威航空或是新的航空 我們會透過機上的雜誌 等等會等於英鎊凹凹都可以在雜誌上看得到 另外呢我們也會結合我們國內的航空公司 在對方譬如我們今年4月 我會去韓國的應該是 虎山還是我一點忘了 會去做媒介 也就是說我們透過航空公司 從台中飛到當地國 那我們今年會有兩個地方 我們希望能夠吸引招商 把台中的業者也帶過去 是 謝謝局長的回覆 您請坐 那其實我建議 因為像我很常看Youtube 他們在很多像韓國 他們會跳出他們很多廣告 在作為城市行銷來講 我覺得網路是無遠佛界 應該可以考慮不是說真的實體的 什麼樣的廣告 而是透過網路去拍攝我們台中 行銷我們台中 然後透過網路去推播 對 我覺得這應該是會 也是會比較減少成本 好 謝謝您請坐 那也 真的我很想也為這個觀光業發聲 因為 請我們市府能夠持續向中央 建請說兩岸的觀光能夠恢復交流 因為之前馬錫會 我們這個習近平 他也有說過 歡迎同胞 請坐 請坐 請坐